好爽啊 爽 这两天武汉温度特别高啊 我估计到了五一的时候就要穿短袖了 今天就已经很热了 接近30度 然后 我不造车 他们怕我拍停在路边的乱停 今天我来到的是武汉的青山区 这条路叫建港南路 前面那条路叫三公路 有朋友推荐啊 说这里有一个鱼汤护粉 鲜鱼汤护粉特别好吃 鲜鱼汤护粉也是武汉的一个 也算是特色啊 特色美食 之前这个地方我也曾经来过 这里原来给大家拍过那个 鱼汤啊还有那个酥脚啊 这个地方也有卖的 就在那里 我记得去年给大家拍过的 但是听一个朋友说啊 他说他已经出去好多年了 说我拍这个地方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鲜鱼汤护粉也蛮 蛮好吃的 人也蛮多的 我说我都不知道啊 所以今天正好就探个店啊 大家探个店 在哪啊 鲜 就在三公路这一块 不远啊 鲜鱼护粉啊 在原来有个传说 原来有个母亲生病了 儿子呢非常的孝顺 当时就在市场上去买了两条鲫鱼 然后呢 把它熬成了汤啊 然后呢 想让自己的母亲吃点东西嘛 就把那个米饭放在那个鱼汤里面 又想让自己的母亲发汗 所以会给些胡椒啊 然后闻的也挺香的 所以当然吃了 因为里面给了胡椒 所以一发汗 再睡一觉病就好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传说吧 也是算几个爱心餐 好 我找到了 在那边 来看看 在路口的那边 路边也有很多卖那个 这是一个菜市场吧 就那个呢 那个人进去的那家店 你看到鲜鱼护汤粉 叫一下李济 对 应该就这家了 人还不少呢 鲜鱼护汤粉六块 我尝一下你们家的那个鲜鱼护汤粉 啊 给人推荐过来的 听说你们家还蛮那个的 我看看 谢谢 下一碗是吧 对 哪一碗吧 今天不好意思油条卖完了哟 啊 没油条了 哎 那就下碗粉你吃啊 好好好 明天来找点油条吃 哦 泡油条就好吃啊 对啊 他就是说 这个是绝配的嘛 免费的 绝配 哪有免费的哦 我听说免费的油条 酒料都要吗 都要都要 按你们正常 虾米啊 葱 香葱 那个是胡椒是吧 给的吗 胡椒看里面本身就有花 嗯 好嘞 就这个了 我马上给钱啊 我坐下来给钱啊 来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一家的鱼汤护粉 看着还是蛮浓稠的 香葱还有 虾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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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粉 里面还有萝卜干 萝卜丁 把它拌一拌 哇 好浓稠啊 这个鱼汤护粉 原来我一般都是冬天吃 因为它里面 有胡椒什么的 就特别的 暖身体啊 我早上的时候 是特别的好 对 特别热 来一个 绿豆冰沙 绿豆冰沙 对 特别热 来一个 绿冰沙 绿豆冰沙 绿豆冰沙 它的汤汤 确实蛮浓稠的 你看看 糊粉特别的浑 那挂筷子 还挂筷子 胡椒味 还有腊味 这种胡椒的腊味啊 后面的大妈说现在吃很热 哈哈哈哈 春天吃挺好的 这家老板说他们晚上很早吧 两点钟就开始熬那个 这个护汤粉 这个护汤 鱼汤糊粉 应该是我们武汉土著啊 应该都会吃的一个美食啊 满满的碳水化厚物啊 这家店看来还可以 还比较干净 作为一个早餐店来说啊 还算是不错的 比较干净的 环境暖包了一下 还可以 米粉也是稍微带点 嫩性的那种小细粉 非常入味 拌在一起口感也非常好 非常丰富的口感 嗯 嗯 要打扫卫生了哈 嘿嘿 没事 没事 那个脚上的踩 那个脚踩一下 哪个 哦 纸是吧 嗯 这家店主要是做早餐和中餐 中餐做完了就收汤了 是吧老板 你们知道做中午就完了吗 中午 中午 嗯 嗯 可能你们也是做旁边学校的生意吧 嗯 旁边有个中学嘛 这个我问老板娘 这个我不知道他做什么生意 哈哈哈 反正生意好哈 嗯 热 好爽啊 爽 好了 吃完了这家 青山的李济鲜鱼护汤粉 就给大家探念到这了哈 其实还蛮推荐的吧 除了武汉除了那个热盖面啊 之外 其实这家主要说一下它的优点吧 就是鱼汤护粉 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吧 六块钱一份啊 在现在所有的价格涨的 什么热盖面都是五块钱啊 这六块钱 我吃了很多鱼汤护粉都是七块钱了 所以它六块钱还是蛮不错的 这次没有吃到那个油条还是非常的遗憾啊 其实鱼汤护粉啊 做起来是非常麻烦的 喜欢把那些小鱼然后熬成汤汁 然后最后过滤掉那些鱼翅和杂质啊 所以制作比较麻烦 像鱼汤护粉啊 就不像热盖面 在武汉就是随处可见 在武汉也不是经常能够找到非常好吃的鱼汤护粉 所以这家还是非常不错的 也分享给大家啊 也欢迎大家 就是武汉的朋友可能已经出去了 但是非常怀念武汉家乡的那些美食 也可以提供给我 我替大家去探店啊 去替大家吃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是罗宾 了